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苗董建案 我是秦燕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案子 叫做微笑台北 光是這個基地 大概就是我拍片以來 碰過基地最大的一個 因為光是這個基地面積 就有超過8600坪 而且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中坪 就有3200坪左右 而且沿著旁邊這個風雨走廊 這樣實際繞社區一圈 大概就是500公尺 也就是你跑操場兩圈 再多一點點左右這樣子的概念 那以這邊的交通機能來說 其實現在基隆車站的 都已經有在蓋這個成績轉運站 那我們的社區本身就有這個街頭車 可以直接搭到基隆車站 那如果說你是要到台北市的話 其實搭2088號公車也可以直接 進到我們的台北市的市府轉運站 所以無論到哪邊都非常的方便 但是這些都不是這個社區最大的亮點 我們實際來看一下它裡面 整個社區的規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有沒有覺得非常像什麼 遊樂園裡面的這個區域圖 因為包括說像是一些迎賓交易區 或是生活便利區 或者是這個生活休閒區 整體的規劃都非常的完善 那包括說一些公社 就多達39項的全齡化公社 所以無論是你在家裡面有小朋友 或者是長者想要接爸爸媽媽來住 都非常的安全 在自家樓下就可以把所有的活動 都在家裡樓下就可以完成 那裡面有哪些好玩的呢 趕快帶大家去看 健身房無論是有氧區還是重訓區 甚至是長者的伸展區 各個年齡層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活動空間 25米湧到游泳池 男女分開的三溫暖SPA館 活力跳跳床讓孩子盡情消耗體力 各種遊樂設施幾乎把整個湯姆熊搬到家裡 想打球也不必再到運動中心 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精彩的還沒完 歡迎光臨參加我們的李楚帕 這裡就是20人的宴會廳 我跟你講五星級的主廚 直接請到家裡面來揮熊的Key牌 然後這個地方空間很大 如果直接請這個樂隊 直接在這邊也是非常的適合 然後吃完飯的時候 如果想要高歌一首 我跟你說後面這邊直接就是KTV的 如果來一首愛情的恰恰有沒有 就可以直接在這邊跳舞啊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小舞台 我跟你講非常的適合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唱歌的話 我跟你講旁邊還有一間奇異室 老少賢儀大小通吃 都可以在這邊玩得非常開心 不只宴會廳有KTV 家樓下還有整排KTV包廂 想唱歌都不必搶 客人來訪咖啡mini bar 上點咖啡小點不失禮 大面落地窗看濾景也很有feel 成家最重要的還要考量到 小孩子教育的問題啦 包括說拖映中心啊 還有合家人們與學校 不誇張都直接進駐在我們社區裡面 也就是說呢 爸媽只要一下電梯呢 就可以完成接送小孩子的工作囉 那包括說呢 全聯啊還有愛麗士健身房啊 竹尖火鍋啊還有萊爾富呢 也都進駐在我們社區裡面 全靈化社區已經是趨勢 約千萬總價在台北只能買到套房 但在微校台北卻能買到大四房 還含車位 55平四房兩廳兩位格局方正 主臥設計電視牆輕鬆隔出更衣間 四房規劃男女主人孩子 孝親房客房剛剛好 喜歡挑高空間的這裡也有 孩子在客廳寫作業媽媽靠在牆邊看書 樓上可以是爸爸的書房跟工作室 各自擁有彼此領域 房間透過錯層設計 相同屏數等於多了兩倍空間 大四房千萬出頭 省下的預算還能買車再裝潢 也成了不少在地和宜居客的購物選擇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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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